说近日上海一位车主发现自己的奔驰轿车不见了 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是17岁的男子王某 王某在深夜寻找那些忘记被上锁的车进行盗窃 结果发现一辆奔驰车没上锁 而且钥匙还在车里 他拿出手机开始搜索如何快速学会开车 随后驾车驶离了现场 违法犯罪绝不可取 但是手机搜一下就会开车了 这让那些考了三年才过的人情何以堪呢 说近日湖北武汉的程序员小李 在朋友圈晒出暖心一幕 他写了个程序让父亲抽大奖抽中一台空调 同时他网购了一台新空调 终于把家里那个旧的给换了 可是小李的父亲最近却迷上了网络抽奖 在手机上到处找抽奖的页面 小李表示很担心父亲上当受骗 本来是一片孝心 没想到让父亲沉迷网络 建议把网络防骗小程序安排上吧 说近日国外一女子睡醒后 觉得非常疲惫 于是他看了一下监控 发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视频中他家的橘毛两眼放光地靠近他 然后举起爪子不停拍打主人的手臂 从半夜十一点打到三点 但他似乎是白天太累了 睡得特别香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回知道为啥疲惫了 半宿都在挨揍肯定累呀 说近日印度某地在庆祝丰收节的活动中 举办了一场奇特的自行车比赛 骑得最慢的选手将获得胜利 选手们必须始终保持在车上 双脚不能着替 最终一名选手远远落在其他人身后 获得了比赛胜利 不知道您小时候玩过没 这比骑得快还难呢 说近日泰国一位网友 分享了自家两只狗狗 假装打架的视频 这些两只狗分别在大门两侧 凶猛地朝对方喊叫 但大门一打开 他们就突然停下来 主人一关上门 他们又立刻愤怒地叫着 好像要从缝隙中撕碎对方一样 当门再次打开 他们又立刻安静下来 温顺地看着对方 主人尝试了几次开门关门 他们的表现都是如此令人困惑 据小编猜测 他们可能是在骂门 这要是给他俩一个键盘 能骂得更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